你爱我 不要又只是做梦 只有一段时间 你爱我 要不要请私人医生上门为您治疗 我很担心您的伤势 不用了 我没事 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是 大家好 我是宋伟龙 祝乐视影视会员越来越好 收获真爱 你跟着我做什么呀 好奇 你到底是谁 我是爱了一下啊 你也可以教我雪姬 听说我是初雪那天生的 所以曲名叫雪姬 我妈妈是那么教我的 怎么了 怎么了 害怕了 说实话 好奇而已 可以理解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吗 你是谁 我并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来历 或者什么样的过去 管你叫爱丽莎还是雪姬 只是在未来的日子里 希望不是一个陌生人的身份 出现在你身边 就算你有秘密 可不可以告诉我 秘密是什么不重要 只是倾听的那个人 可不可以是我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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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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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姬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只知道我该知道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雪姬的秘密了 回想一下雪姬初始的当天 你的表现 也是那么的镇定 所以您今天来就只想跟我讨论一下雪姬小姐的事情 并不是 因为该知道的 我全都知道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哪儿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啊 我来只想告诉你 加强雪姬的安保工作 我对她的钱和她的身世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过在这个家庭里 武士丹丹的人还有很多 不管她身份是什么 想必须是什么 想必一个人在孤岛上生活了这么多年 肯定度过了很多孤单的日子 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今天话留在这里 我不希望雪姬知道我来找过你 陶德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疑虑 是啊 我想它一定不简单 能让您做出转让百分之十遗产的决定 是啊 看到它 仿佛看到了我自己的弱点 一个 一生都不可挽回的弱点 对它 我只有遗憾和抱歉 我只能用我所做的一切 来弱点 来弥补它 尽管我知道 这些对它来说 根本微不足道 对不起老爷 是讨得多嘴了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切全部摆脱你了 放心吧老爷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酒等啦 小姐 我们货送你先去酒店吧 不用啦 钥匙给我吧 你自己开就行了 你 这车好漂亮喔 是怎么漂亮的 这是你死的 是啊 雪鸡 是外号吗 你好你好 我们好好相处吧 什么嘛 好幼稚的语言啊 是小朋友不小心点到的吧 跟我同天生日 到底是谁啊 房东太太 之前跟你说过了吧 你的月租是七月中旬到期 尽快做决定 好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到了吧 这是你的车吗 什么时候买的 我怎么不知道 拿千月金用便宜的价格 在朋友那儿买的 好棒啊 我因为没有钱 连房子都退了 你搬家了 我要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住 走吧 去兜风 心情会好一点儿 顾十一 你知道哪个地方晚上可以打工吗 不行 我晚上还要找时间写剧本呢 对了 给我的 多喝水 少说话 最近很困难吗 我 我突然想到 有一个朋友在咖啡厅工作正在招工 要不 去试试 真的吗 你的车技不怎么样 这个车的样子很特别 应该很贵吧 兰博基尼 四百万左右 那文修费 应该会很贵吧 挺等行的嘛 那你们的车上保险了吗 对不起 请问你是这部车的车主吗 我也不是 这是我跟我一个朋友借的 所以你们的车有没有保险啊 没有 这个是他昨天刚买的二手车 所以说你们得自己赔喽 那不知道这个估价得多少呀 应该不少钱吧 这个人怎么越说越兴奋 好像不是自己的车 就不用负责任一样 那个 对不起 撞坏车是我的不对 但是我们真的只是学生 没有多少钱 能恳请你高抬贵手吗 是学生就不用负责任了吗 不是 不是不用负责任 只是我们真的只是学生 所以希望你能跟车主沟通一下 鲜少一点点的赔偿金 好了 姜怀 是我的错 顾甲丹给我 现在不是耍帅的时候 还请您高抬贵手 啊 这个嘛 还是等包加弹出来之后 咱们再谈吧 手机号给我 哦 你得给我一下吧 啊 车是我撞的 联系我就好 啊 这个嘛 我是以防事后联系不上你 嗯 好 好了 很高兴认识你们 好帅啊 嗯 我也想开一次 喂 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吧 会有办法的 好 没心情喝了 走了 我叫姜怀 我没有时间娱乐 也没有时间打扮 更没有时间谈恋爱 所以我一定会比其他人 更能胜任这个工作的 你觉得呢 嗯 不错 还可以吧 还可以 恭喜你 你被录取了 谢谢店长 谢谢店长 我明天一定会准时道岗 会努力工作的 绝不迟到 对不起 对不起 很遗憾 敏夫人 你已经确诊时癌症晚期 而且会扩散很快 就算是做手术 也非常容易复发 如果坚持动手术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行肿瘤切除 但是由于您的年龄 手术的风险真的非常大 我已经活得够久了 与其痛苦的治疗 不如舒服一点地活着 选择慢慢等死 无论什么样的选择 您自己的医院最重要 我们都会配合协助 谢谢医生 不客气 那有什么问题 夫人 您再叫我 调查得怎么样了 灰夫人 雪姬小姐已经回国了 国内的住址还不知道吗 是的 我们查出来后 会第一时间汇报给您 好了 你出去吧 我的生命只剩下六个月了 能救我的也只有你了 雪姬 您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谢谢 喂 你好 现在方便吗 关于赔偿款的事情 我想找你先聊一下 可是 我现在正在工作 要不给你发个地址吧 顾价单出来了 二十万 二十万 价格也不是我订的啊 我要还给车主呀 我需要跟我朋友商量一下 这样吧 我有个建议 想不想听一下 好 请问 你愿意做我的管家吗 管家 俗称 就是女佣吗 做我的管家也不会太累的 我就一个人 而且也不耽误你上学 如果你愿意做一年的话 维修费就一笔勾销了 我呢 我呢 常年在国外 刚回国 对这边的情况也不了解 国内一个亲人都没有 跟有缘的人一起生活 也挺好的 车祸 也算是有缘人吗 不是啦 之前那种情况下呢 不但是合自我介绍 你好江淮 我是李雪姬 你是 那个在我空间留言的雪姬 那个生日跟我一模一样的雪姬 没错没错 那个是我注册的 可是 你怎么会认识我 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的妈妈是朋友 什么 所以你们很早就认识啊 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了吧 这雨月记得 那个时候我迷路了 是她妈妈送我去的警局 雪姬说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 你不会准备就这样一直躲债吧 我没有故意不接 只不过未接来电太多了 没有听到 我决定接受管家这个提议了 反正 应该还可以 而且还能省掉房租 只是家务事变得多了而已 车是我撞的 我不想连累你 而且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好了好了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您的咖啡请慢用 谢谢谢谢 如果有人在等他 拨弄他的头发 思念刻在江河瓦 如果感情会挣扎 没有说的如鸦 把挽回的手放下 镜子里的人说假话 微信的样子你决定了吗 闯笼或者作哑 要不我先说话 我问什么话 学姐说她的房子 一二十天之后才能入住 所以只能追到你这儿了 就挽回不了 用力爱过的人 不该计较 是否要被人起了家 没有别的办法 他劝你不如退下 如果分手太复杂 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 故事要没必须藏着真话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 还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 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 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 天空有些寒了寒的刚刚好 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 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就能离来 你好 我还没人看我 感谢观看